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怡婷 今天日期5月4号 农历3月26星期六 又来到了周末假期 天气变得更加稳定了 今天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 对于想要外出走走的人 可以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高温 多补充水分 今天东半部的高温 是有来到28到29度 那西半部则是有31到34度 也有局部地区温度 可能会超过这个最高温 那水气的部分状况跟昨天差不多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云量较多 偶尔可能有短暂震雨 午后则因为热力作用 北部的平地中南部山区 局部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震雨 另外要外出的话 西半部也还是要注意空气品质 在这个大气扩散条件不好的情况之下 竹苗中部高频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 好 再来要关心是医疗话题 今天的健康一点通 全台有200万人都有这一项困扰 它叫偏头痛 您是不是也是其中之一呢 那要怎么分辨自己是不是有偏头痛 除了症状有头痛之外 还伴随着恶心呕吐 怕吵 胃光等等 如果说符合了上述的两项 就要寻求专业协助了 统计发现这样子的困扰在国内 女性数量是高出男性的三倍 所以提醒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 不要长期依赖致痛药 自己大概从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从生理期前后 或是甚至没有生理期的时候 一个星期大概会有三到四天 都在一个头痛的状况下 一个月大概会有两三天 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根据台湾头痛医学会统计 国内有200万人都有偏头痛的困扰 盛行率来到9.1% 女性发生的比例更是高出三倍 遗传性的体质 那这个体质它对于环境会比较敏感 所以譬如说温差 天气的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头痛 压力啦 睡眠不足 三餐不规律 或是脱水水分喝太少 那女生有时候跟月经会有点关系 譬如说荷尔蒙的变化 其实也会造成偏头痛 比较容易会发作 调查更显示 有七成的国人会不定期头痛 近半数会发作四天以上 甚至有一成五的人演变成慢性偏头痛 不少人靠着吃止痛药解决偏头痛问题 长期下来造成肝肾负担 医师建议民众可以自我检测 如果头痛伴随恶心 呕吐胃光症状 只要符合两项就要寻求专业帮助 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 你就需要考虑的叫做预防治疗 有点像是在稳定神经的概念 它是有条理的概念 它需要每天规律的使用 那药物的话每天需要规律的使用 那好好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大幅减少头痛发作 减少食用药使用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善生活品质 偏头痛也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十大健康疾病之一 急醒民众不要轻忽 医师也建议 透过睡眠 饮食 运动 少吃加工食品都能获得改善 大爱新闻李健宽 林立一 陈品杰台北报导 照顾各个族群的健康需求 新北市劳工局每一年 都和慈禁人医会合作 为外籍医工来举办议诊 提供健康咨询 那今年多了好几位的翻译 是由慈禧新著名成长班学员 陈映雪 带着几位朋友到现场 来化解语言隔阂 来台湾已经24年的陈映雪 上补校练中文 有颗热忱的心开口来翻译 实际办议诊的活动 所以我有邀请几个姐妹过来 为我们家乡的服务就很开心 因为有的就国语不通 也不敢去看医生 越南新著名穿的传统服饰 加上志工背心 成为移工朋友走进一整区的推手 给我们很多的移工朋友 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保养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慈禧人医会 每一年热情的一个参与 眼科协助艳光 牙科加强胃造 其他还有内科 腹科 皮肤科 耳鼻喉科 以及中医 服务180人次 像说来车站 这些都是外籍移工 他们都比较年轻力壮 基本上比较没有大的一些疾病 一乡人最怕病了 不懂得怎么找医生 此际借着活动 先陪伴他们了解自己的健康 大爱新闻 江山美志工张长儿 张艺川台北报道 镜头转到花莲 于正式持续发生 而规模和频率都有趋缓一些 不过今天凌晨的最大一起 规模还是有达到4.4 最大阵度也有4级 在此同时 此际志工是继续走入了家家户户 来协助修缮 目前受理的坚数当中 完工户数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拆除倒塌的围墙 一车一车搬运 志工不分男女都来出一分力 这一定要给个赞 这个空心专墙了 县长好 你那时候用钢筋吗 对 前面那个围墙会用洗心杆 县长徐真卫利用时间 走访受灾民众的家 了解修缮内容 更要向用心的团队道感恩 感谢时期真的是 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而且连周休假日通通都无休的 每一次如果你拿到一钱 你就放一块钱进来 把它放得满满的时候 回捐给实际 这就是感恩最实际的行动 受损轻微的民宅 修缮的工程不复杂 工班求好也要抢快 为的就是要尽快安住民众的心 不管是物品或者是地板 浴室或者是马桶等等的部分 希望尽快的能够 把它们修缮到完成 台积电或是磁器 全部加进来帮忙 平定孤老 还有我们中低收入户 有大家帮忙 让他们能够先安心 让我们可以安定的 去处理其他的事 对啊 对啊 政府民间攜手各司其职 努力恢复往日生活 戴爱新闻 许正雄 叶朝庆花联报导 历史今天单元回顾 5月4号这一天 在2008年的时候 缅甸因为热带气旋 纳吉斯遭受重创 磁器志工和军政府 是再三协调 终于在重灾区 南摩爷完成了首次发放 还有在前年的时候 是俄乌战争激烈对战的时候 磁器的环保茅坦 花了十天飘洋过海 将温暖送到了难民手上 2022年5月4号 此季援助波兰境内的乌克兰难民 动员近20位职工 运送一万七千多条毛毯 至桃园国际机场 负责承载的班机 于晚间十一点出发 飞往欧洲 因为上任一直很关心 乌克兰的难民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让他安心安生 所以我们这次的物资 就是毛毯 很尽快地把他送到波兰去 十天后 毛毯运抵波兰首都华沙 在摄氏十度的寒风中 刚逃离战火的乌克兰妇女 真实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这是乌克兰的 但是我们不想到 晚上会这么冷 非常温 我看到我们的家人 要让这些衣服 看着人们 没有能够购买 因为我没有能够 我能够在家里 把孩子被盖住 我能够在家里 还有很温的衣服 2008年5月4号 缅甸 纳吉斯风灾 热带气学纳吉斯 重创缅甸 此季在当地的第一颗种子 林淑华 率先动员公司员工 展开救灾发放 大陆是第一次水 水的供应里面 我们就给他们 因为有的地方 有的寺庙里面 有一些发电机 我们就是补缺油费 由于当时 缅甸对外尚未完全开放 志工客服万难 与军政府再三协调 在重灾区南摩耶 大雨中进行首次发放 6月中旬 终于得到缅甸军政府允许 拿到民间团体 第一张重建许可证 镇仰距离仰光 近两小时车程的唐德镇 和考木镇 进行中长期的援助和重建 也在7月发放稻种 15000多包 让近5000公顷的农田 恢复生机 重燃世界粮仓之地的希望 农民感念 日抓一把米回报此季 直到今日米铺满也绵延全球上循环 这段姻缘也促成 此季缅甸连路促成力 2003年5月4号 此季巴德环保站启用 台北市巴德环保站 从建国高架桥下的巴德市场 客难开始 由于职工人数增加快速 使用空间更大 找到在市场旁的荒废房舍与用地 经过改建成为环保站 在本日正式启用 原地建设近司堂 2016年启用 环保站扩大成为中山巴德共修处 持续延续雾命 再创社区新气象 每一步行动都将成为历史 再来看到这一位典范人物 虽然离世了 但是永存在大家心中 马来西亚哥达丁怡慈记志工张伯群 22年来积极参与慈记活动 晚年他罹患了巴金森氏症 仍然和太太女儿 一起签下了大体捐赠同意书 舍身成为乌语粮食 此季在哥达丁怡踏出的第一步 张伯群就参与其中 哥达做了环保 接着再去变加兰做环保 做仿式 几乎一整天都在外面跑 从2002年穿上蓝天白云开始 这20年来他什么都做 使命必达 更乐于拉拔后辈 每次见到他呢 我都会叫他阿爸阿爸 从他的陪伴到自己都能够掌控英空 这个真的是要很感谢波群师兄 在晚年时罹患了巴金森市症 虽然为病苦所苦 依旧是大舍大爱 与子女和太太一同签下了捐赠大体同意书 贡献医学教育 他近两年来受这个巴金森的病苦 就希望是医护人员可以用他的大体来研究 让接下来可能也患有巴金森的病人 就没有这么的辛苦 最后就是祝福波群师兄 快去快回 万一个好的身体 在人间在行菩萨道 3月3时张博群安详舍报 追思会上 法亲家人缅怀过往 也看见典范在人间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 张晓慧 王冠凤 徐佛寺 马来西亚报道 马来西亚马六甲在四月底的时候 麻坡禁司堂正式启用了 现场两千多人共同见证 麻坡禁司堂启用典礼 海内外两千多人清零 包括禁司经社法师公读上人祝福 诸位人者期败已久的麻坡禁司堂 在纵志成城用心用力护士校完工 传承尘禁司法外 同样实际中文 我愿意 我愿意 回首当年从勘查土地 2017年动土 历经新冠疫情考验 真善美志工步步踏实记录来实录 师父过来说 勘查那个土地 所以2012年就开始派到2023年 我们慈祭的人文 然后撒泼在整个麻坡的群众里面 然后也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来 参与我们的慈祭的道路 有人出力 有人出钱 扩大善缘 爱在这里 这里就是家 不论年事已高的志工 或者各领域专业人士 都有学习与付出的机会 这个金石堂的 我们从开始设计到完成了 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 希望这样的一个大爱学堂 能够去进化更多的人 然后也希望很多很多人 一起来这里来跟这个福田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接下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气候补调看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明明是一个沙漠国家 却在上个月一夕之间变成了汪洋 洪灾还酿成了18人死亡 专家之后就分析了原因 这个沙漠土壤 其实具有良好的排水性 但是因为城市的发展 杜拜都是混凝土建筑 还有搏油路 就阻碍了排水功能 跑道成了滑水道 想要起飞必须先乘风破浪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4月19号一场大雨 不但酿成18人死亡的严重洪灾 也将城市规划的缺失 摊在阳光下 才过两星期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又面临豪雨来袭 杜拜在12小时内 降雨量达到了20毫米 是4月和5月 降雨量总和的两倍多 当局宣布远距上班上课 而全世界第二繁忙的杜拜机场 也再次宣布搬机延后或取消 专家分析 沙石土壤排水性虽佳 杜拜却因为高度城市化 充斥混凝土建筑与搏油路面 阻碍了排水能力 与此同时 杜拜不但已经斥资超过一兆 将位在郊区的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 打造成世界最大机场 还宣布将新建一座新的机场 不过研究显示 随着全球暖化 阿联多数地区在本世纪末前的 年降雨量可能增加约30% 极端降雨事件的强度 也将增强10%到40% 如何适应频繁暴雨 将成为沙漠城市的崭新课题 戴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好 经济要发展 也要和环境来共存 接下来几个环保新话题 先来看到美国 他们的房价也是很贵 所以在免英大学的研究人员呢 最近就使用了世界上其中一台 最大的3D裂印机 来建造第一座 完全由生物材料制成的 3D裂印房屋 除了节省人力成本 快速建造房子 也能改用像是废木料 树枝等相关生物材料 是大大减少了建筑业 使用混凝土 水泥的大量碳排 宽广的墙面 大片是采光 新颖的建筑风格 不说实在看不出来 这是透过3D裂印技术 打造出的成品 长29公尺宽9公尺约5.5公尺高的最大输出规格 美国缅英大学先进材料中心最近发表的成果 替低碳材料和平价住房找到了共同解方 缅英州是全美森林最茂密的地方 90%的覆盖面积都是森林 但预计到2030年 会有约8万户的低收入人口 无力负担住房费用 这套3D裂印技术 除可减少建案的人力成本 也能改用废木料及树枝相关的绿能素材 大幅降低建筑业的高碳排 目前将先应用载替街友打造平家住宅 用科技缩短民众与社会的风需落差 大海新闻 武贵真编译 也是对环境有很大伤害的快时尚 在南半球国家致力 甚至还收到先进国家的大量 二手衣物抛弃在沙漠当中 于是当地就有NGO团体 把这些沙漠旧衣交给了 3700名的弱势儿童还有青少年 就由他们来亲手改造成独一无二的手提袋 另外也是有专业的设计师来操刀 把这些旧衣物改造成110套时尚单品 在黄沙随风飘扬的沙漠 一行人在沉堆的衣服山里 仔细寻找还可以使用的衣物 快时尚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 每年会有至少三万九千吨的二手衣物 被丢弃在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 智利的NGO团体把挑选好的沙漠旧衣 裁剪缝缝部 并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力挥洒画笔 一起赋予这些衣物新生命 在阿塔卡玛沙漠西边的一季客 也有一间公司把沙漠旧衣物 转变为时尚单品 伸展台上每位模特儿身上穿的 其实不久前还是沙漠上 乏人问津的废弃衣物 22名设计师和工匠 创作了110套服装 想世人证明时尚 不用以地球的健康作为代价 大家新闻 两人编译 将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剧场元素 传统艺术中心举办了2024台湾戏曲艺术节活动 推出双旗舰制作 邀请了新传歌子戏剧团 还有二分之一Q剧场来联手出集 要以全新的视角来诠释文学经典 把传统戏曲中爱的主题赋予新时代的角度 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末清初 皇亲国戚强取豪夺袖装千金 歌子戏演员用细腻声段和唱腔诠释情欲练 剧本改编德国剧作家来新著名的悲剧作品 如何用东方思维以及台湾当代 整个社会现实的思考放进去 能够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更新的发展 跟当代的更深的连接 让大家看得到传统戏曲如何引领品牌走进当代 如何从当代之中再找回传统最核心的生命 六载天凶 你比起新批物业的田律 传统艺术中心举办2024台湾戏曲艺术节 推出双旗舰制作 不只有新传歌子戏剧团的两声花节 还有清机跨越昆曲金句和歌子戏的新戏码 描述白蛇传发生后100年的故事 观众会觉得这个双面台好像 可以让它更深入这个故事的场景 因为每一个演员都是360度在你前面绕 所以你就觉得你看它看得很清楚 就是脸也有戏 背影也有戏 我们的演员很辛苦 就是他那个戏的能量要开两边这样子 传统戏曲增添新元素 观众也能欣赏到不同的表演形态 台上台下一起翻转经典 大爱新闻邓映中 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是林怡婷 我们明天见